我們接獲爆料 在這個選前呢 潘夢安也就是賴清德的總幹事 然後呢 夜會媒體 然後那媒體呢 要做什麼事情 令人呢 起人一鬥 在這個12、16號呢 地點呢 是在長安東路二段的 灰夜台燦 然後包含了潘夢安 陳世凱 然後呢 靜週刊的社長 裴偉 然後靜週刊的總編輯 廖志成 還有營運中心的總經理洪 靜智 這個潘夢安呢 跟這些媒體呢 進行了 參序 密會 潘夢安他們一定會的說法會是說 這個政界呢 跟媒體參序非常的平常 這個是我們例行性都會跟媒體有一些互動 那我們今天要問的是呢 因為這個靜週刊的這個 包含他們裴偉等人 那過去在他們上架平台的時候 產生的各種的爭議 那其實就被大家認為說呢 NCC是在替他們全力的護航 如果不是NCC的全力護航 那禁電室或許現在還沒有辦法上架 那所以呢 民進黨政府官中天 可是強力護航這個禁電室 這個是在前一段時間呢 大家都有所質疑的相關議題 那今年的選舉難道因為NCC的護航 所以馬上的就讓這個賴清德的團隊 那能夠獲得一個新的媒體勢力 把政治的黑手伸入媒體嗎 那一段時間是不是 我們在蒞,蒞,蒞 面色這兩位 蒞,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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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蒞